大家好,現在我們要紀錄一下新月秘境這一條坡 是在頭48-2 那這邊上山的話大概是3.2公里 也就是前方這一個路口左轉 新月秘境 那我將馬表架設在前方 可以看到即時的那個坡度以及海拔高度 目前的海拔高度的話是194 上到山頂的話大約是3.2公里 那等一下我這裡開始紀錄 海拔剛好是200公尺 好,我們開始囉 我們可以看到即時坡度 那路坡的話,有車友要來調整的話,路坡 這邊的話是比較緩的 那到中後段的話就一直走上 這一條坡道的話,如果要征服的話 不過你前方 前面大概一兩公里 要非常注意自己的那個體感 絕對是不能太脆的 水修以後,後面就粥粥了 粥粥了 粥了 現在坡度 我們只開大概幾百公尺而已吧 幾兩百公尺而已 坡度已經到了11%了 現在海拔高度227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坡度曲線 開始呈現 開始要往上爬的 在進來差不多五百公尺 現在開始有爬坡的感覺 路況其實還不錯啦 公路車 還是OK的 因為這邊 路以前不是那麼好 那現在大部分 百分之 九十幾都已經鋪 多油路了 這樣方便 來的客人 這邊開車會比較好開 過往的話 這裡 很多地方都不能會車 現在 解戶這邊的話 已經把很多路 都盡量做一些 可以會車的地方 現在坡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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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1% 所以 也就是說 前面一公里 是 熱身段 這滑甲灣 一定要走外側 比較不那麼陡 這裡也是一個會車的地方 這假日的話 其實有 很多 這邊在地的人 來這邊 爬山 謝謝 謝謝 這邊 要人來這邊 爬山喔 太夠薄 目前的坡度 來到了15% 海拔 已經接近快爬 100人 現在已經快接近300公尺的海拔 到了這個小木屋 來是 會有陡上的感覺 沿路的話 沿路的話 夏天很適合在這邊爬山 去到車子 稍微硬一點 這邊整條路的話 幾乎 那 太不太 那個太陽 很涼爽 彎臉上山 這裡就感覺明顯 弱度 開始 上升下 坡度已經來到18%了 其實它坡度變化的話 是 上下下 但是它下的話 不多 應該說 15% 15% 下到12% 不曉得 是馬表的 GPS10的問題還是怎樣 我 我汽車在開 感覺很無力 但是 怎麼會只有13% 但是7% 18 目前最高的話 到目前是18% 19 有 它越是尾段 這邊有一段 腳架多 越是尾段的話 波度會 激增 所以 音樂祕病 要征服 就是 後面的三分之一 大概 一公里 出 出 這邊又有一段 回家破 這邊又有一段 這邊又有一段 中間 風 有 一段 裡面 有 在 走 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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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路表的話 這邊 呈現的話是一直爬坡的狀態 非常舒服的一條 登山的 我在猜啦 應該最陡的地方 應該 超過25%吧 現在進入 這邊又一段 下坡完之後 又開始上坡 開始要抖上了 哇 倒裝 這個 只是團者而已 那一般車友騎到這邊 其實 已經很累了 這邊 這裡之前也有一個天空自行 和金光餐廳 16% 18% 天空自行是往右 那 我們 來 騎這一條 其實距離會比較硬一點 20% 是今天目前最高的 波度 20% 大雨頂倒了 海拔已經到450了 19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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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% 1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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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% 22 到了園區的話 竟然最高最大坡度是在園區裡面 228 198 18 右邊的話是50區 字幕提供 Guevara 右邊 西門 那邊 那邊 右邊 抵達 好,心願祕境 頂點前三的餐廳